Baby的裙子、蔡徐坤的睡衣都比不上董又林的主持翻车现场 当然,该活动最受瞩目 最惹争议却不是红毯上李冰冰、李雨春、蔡徐坤等人 也不是同台亮相的旧情人陈伟婷和Baby 而是红毯的主持人Jeffrey董又林 董又林堪称开创了主持人史上最大型的翻车现场 他当晚的表现令所有主持人蒙羞 因为他连主持人最基本的素养都没有 今次糟糕的表现虽然遭到网友炮轰 却为他博得了不少关注度 堪称他入行以来受瞩目最高的一次 从昨晚到今天 董又林主持董又林道歉 董又林没有采访邓轮一直稳居热搜榜 甚至一度高居榜首 当然,也有网友认为董又林主持翻车或许是该杂志的一次反向营销 因为董又林的主持翻车 让这次活动受到空前关注 成为本周末最受瞩目的娱乐事件